哈喽大家好我是最今天接着我们的全红十四实况对战解说这场比赛来对于格斗中年人和迷宫心水双方的玩法三问随机双方都是三问界的顶尖高手对每个角色理解都是非常的深开场阵源在对战师娘好师娘也是十四中心加入的一个角色拥有一双迷人的大长腿哎这是他的一大特点现在阵源在贴身压制但是面对这个大长腿他能行吗好像阵源在专制打上腿啊连招步伐还是那么的猥琐哦 反弹顶落地再顶一下空中来空中一招带走接着看下一个回合民工精髓其实也是很强的玩家啊但是好像今天面对这个超气力步伐的阵源斋有点稳不住呀跳地压住行人开bc现在先打上一套完整的一气连打全伤害之后特勒继续近身压制阵源斋又使出了配合对手攻击其实阵源斋在十四里面有火的话真的很强连招也很秀 哎特勒试图压过去跟一发地波随时低两点之后继续压 这远载该怎么办呢这远载也只能寻找一个突破点啊哦bc开了哦一波bc接撞击带走 风风这就来到了第三个回合第三个回合看格德众中年人的库拉出手 那库拉这次有没有超强操作啊虽然他拥有四颗能量开场就中了一发cd 好起身且精拳试图掏下完打中断 这是格斗游戏中的一个精髓啊压过来哦再次中招道月提上天 一个准确的预判过后特勒还是近身贴人压制 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对高手对战他们打法都是贴的比较近 很少和你拉开安全身位都是哎一起大招接三气隐藏了 这么秀的吗不管了只要能打死用多少气都值了 先来到民工精髓他下一个角色库拉 他这个库拉也有很多的气啊几乎满气状态 来个满气的库拉哎他也一个跳台打中开bc一气 哦他也一气接三气以亲之道还着亲人之身啊可以的 他也是一套带走都是秀的不得了啊 接着杀到了中年人最后一个角色都是最后一个角色了看他最后一个刚一出场小钢炮 这也是刚才那个师娘的老公金家帆的师傅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压制神现在他们三人是组成了一队 哎感觉猴子和大猪已经出世了已经不和金馆长一队了现在 哦生龙嘴上去 好你下过你压不住 又中了一块三地金关子这个刚一还是压着比较厉害 防住以后库拉哎一脚bc旋风腿 其实这个一气连伤害并不是太高 现在又一脚bc那就彻底没了连环套路羊 连续的打了一个乱动 好的现在格德中年人拿下了第一分 咱们接着看下一局 好第一场的话格德中年人打的也是比较强势 这次开场又一个唐福禄 对战迷宫庆和克拉克 双方随之所以这三个人怎么样啊 其实这个唐福禄和镇元斋的个头都差不多 也是一代忠师的样子 哇落地飞翔角 迷宫庆随防注意事还是你能有发塞地冲出 好能不能用6号这个投机角色呢 投机角色在拳王里面一向很强 但是如果你抓不到机会那就尴尬了 现在被唐福禄打了一套完整的一气连 还有一点血 哦哦机会来了 哦失误 明宫庆随其实失误蛮多的 节奏貌似不这么好 一点血还是被唐福禄踢了一脚 好的来看明宫庆随下一个玛丽 来看这个玛丽这次怎么样 超S角色 这个玛丽在14里面可谓是3S级角色 他是后面加入的新角色 前期版本中是没有这个角色的 点一下青角防住了 好青角两点BC 哦BC这种助缘没有接住 圣龙甲 好一S招 明宫庆随这一局断招特别的多 好两点再次划铲压重 只要再淘汰一下就没有了 哎呀生龙甲 哇 生虹的招式都有点乱 好的来看中年人下一个角色 二阶堂红丸 一个拳脚超强的角色 而且拥有四颗能量 随时爆发 红丸现在跳中的压根手刀插了一下 哎对手划铲打乱动啊 哎玛丽在角落瑟瑟发抖 两点三点跳入 两点三点跳入 反身位哎呀 又被投了呢 其实日子在试探试图搞上一个逆向 没想到逆向跳得有点过头了 现在使得玛丽也不敢 再有大的动作出现啊 生怕被红丸抓住 因为红丸哎呀 玛丽率先抓到一套 划铲接大招 这一套大招应该就差不多拿下 对一点点血 已经不足为患了 这一点点血 这是领头 近身一个豹 直杀中年人最后一个角色 中年人最后一个游历出手 好的我们来看游历现在有了五颗能量啊 哎 应对一下先 飞翔角压入 近身 轻角 再次压入 圣龙甲也来了 玛丽势不可挡的气势中断 哦起身中断是 哦一失误 想开双BC吗 想开双BC失误 大招带入 没有了 虽然说中间有一点小好的失误 但是还是用快速的一个反应速度接上了一个大招 使得游历没有反应过来 快速进行了一发修正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玛丽 我手脖子上带了一个非常好看的金镯子 好的来看 纳克鲁是特别送他了吗 咦 纳克鲁两连叉 哦 叉再叉 迷宫就是呢 这个大恐龙好像爆发不出来 其实这个暴龙王 就是 十色里面新加入的一个角色也是 他并不是一只真正的龙 他是人披着龙皮啊 对像是cosplay那样子 然后来到全黄大胎进行比赛 中断BC 转 查 神 飞升 哎 这个大恐龙起身来了一发投机大招啊 空中撞落地压 哇 再给力的角色也经不住这样的强击啊 这个效果太棒了 现在来到了格德中年人的克拉克 好的 我们来看克拉克这局一个轻队 哎呀 没有开启了BC 应该是试图抢BC来着 好 下对 对 哎 连续的轻角 这是形成了一个死循环了呀 没 近身抓一下 还能翻反吗 这个大恐龙 一点血不好翻了 使用了一发激炮拳 接着来到了下一场 下一场民工精神的K 现在比飞双方已经一比一了 这局是最后一战 这是第三个回合 最后一局的第三个回合 好 硬钢 CD CD 跳 抓没要 并没有选择跳抓 K倒是压得很硬 等你 升龙取笑 大招 轰一下 哎呀 起身 哦 起身投机 和这个投机角色 你千万不要距离太近 现在又被怼了一个下心脚 接爆摔 接隐藏大招 压一下 带走 一发空中擒拿 哇 这一下K的脖子要断了 都是吓死手的角色 在死色里面有很多超强的技能 特别是隐藏大招啊 都是各种夸张 接着来到了民工精髓 最后一个不知火舞姐姐 好看背后一个不知火舞姐姐怎么样 现在他有了四颗能量 哎 快速跳压 哎 隐藏大招 应该能防住 对 应该能防住的 民工精髓太急了 哦 又是跳入 后面再跳入 但是好像再跳入就比较困难了 哦 跑是不可能的 各种一拳一拳的 得消耗 但是还是被气能打住一个逆向 一发逆向 直接带走 哎 一点血了 好 差一点被抓呀 刚才如果被抓到就彻底没了 正好不知火舞跳了起来 这刚才是一个细节了 接着来到中年人的刚一 来了 小钢炮 四颗气 哎呀 差一点旋风腿 哎 连住了旋风腿 开BC 但是没有接上大招 现在反而被不之后反打一套 不之后应该也不会用大招来打的 而是选到了木牙的方式 哎 落三气紧藏了 带走 雷霆 霸气咬啊 大家来不关注 订阅每天更新近那段视频 中文字幕——YK